有粉丝啊 收到咱们家的木桶土蜂蜜 冲水以后啊 发现了颜色淡黄 颜色一点偏绿 就说是放了色素 其实呢 广西的木桶土蜂蜜呢 主要的蜜源之一呢 是有五倍子的 五倍子的花蜜呢冲出来呢 就是有这个特点的 那像雪子莲蜜呢 你们看一下 雪子莲蜜呢 泡出来的水呢 是非常的浅的颜色 你们看 两种颜色对比 区别还是很大的 那是因为啊 蜜源不一样 酿出来的蜜呢 泡出来的水呢 颜色呢 也是区别很大的 这都是 每一种蜂蜜的特点 小杜 你有没有见过小蜜蜂酿的原蜜 没有诶 今天它来了 这一桶 就是小蜜蜂酿的原蜜 刚刚呢从蜂场里面 打出来的 其实啊蜂蜜啊 是不需要任何的加工的 它只需要通过简单的过滤以后啊 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像这样 纯天仁的原蜜呢 是自然成熟的 然后呢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它采质呢 我们大山里面的山花野花 你闻一下 花香味非常的浓郁 特别是现在秋冬季节啊 容易咳嗽啊 容易皮肤干燥 容易上火 家家户户啊 都要背上这么一两瓶 纯天然的原蜜 到时候啊 每天早晚各一杯 坚持每天喝啊 年年十八岁 你想不想年年十八 那就每天都要记得喝一杯啊 朋友们 冬天来了啊 全国都降温了 南方呢 也是每天稀哩哩的小雨 下个不停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啊 蜂蜜呢 你们背上了吗 咱们家的土蜂蜜和野山花蜜啊 都是来自大山里面 纯天然无天家的 那么在秋冬季节啊 非常容易出现 咳嗽啊 上火啊 还有皮肤干燥这种情况 特别对于我们小姐姐来说啊 我们的女同胞 一定要每天喝蜂蜜水 对身体是非常的好的 咱们家的蜂蜜啊 都是自然成熟蜜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全家老小都能喝 小杜 你想不想年年十八岁 当然想了 那拿去喝啊 记得早晚各一杯啊 为什么会有三十块钱的 五十块钱的 还有一百块钱的蜂蜜 甚至呢还有两百多块钱的蜂蜜 呃 那么这个蜂蜜呢 它到底的区别是在哪里 到底该如何选购呢 今天教大家如何选购一瓶好蜂蜜 第一 呃 先看浓度 高品质的蜂蜜呢 都是自然成熟的 自然酿造的 水分基本都是在百分之二十以内 它调起来拉丝很细糖 它的回糖呢也非常高 这就是高浓度的表现 第二 闻味道 天然的好蜂蜜呢 它有一些自然的 很自然的这个花香和清香 根据蜂蜜的品种不同 每一种蜂蜜它的香味呢 都有不同的区别 好蜂蜜呢它不会有刺鼻的异味 劣质的蜂蜜呢 就可能会有酒精的味道 或者会有强烈的刺鼻的这种香精味道 第三 你尝一口 好的蜂蜜呢 入口会有微微的辣口感 直接吃一口 蜂蜜的甜味呢 会非常的持久 蜂蜜的香味呢 在口腔里面呢回味无穷 而劣质的蜂蜜呢 其实呢它的甜味是很短暂的 所以啊 其实它最简单的方法 选蜂蜜硬准品牌就可以了 做品牌就像做人一样 像我们花甜蜜园啊 三十年坚持做蜜 用心做好蜜 牵手诚信 踏实做事 我们家的蜂蜜呢 不会差 觉得我说的对了 点个赞 你的家人可能买过这样的假蜂蜜 来我们看一下不良商家 是怎么花言巧语推销假蜜的 这样的所谓的蜂蜜 实际上是用白糖加香精加色素 人工制作出来的 这样的蜂蜜 外面再加一层苔蜜 再加一层树枝 再加蜂蜂 都是人工加上去的 全是障眼法 还有所谓的功效 全是假的 吃了对人体伤害非常的大 千万不要再买了 来我们下午饰吧 您可以不太买 这么多了 来我们下午饰 里面的这鱼蜜 给我们下午饰 请愿醒 全是给我们家 不熟悉 吃饰 那就更好 那边的人 买 快去 过得好似冷泪 活到最后 随之痛苦与失态 唯有张光阴 冬倒在 倒过最后 哇 这个是一万多毛的广西黑皮甘蔗 你看长得这么大壳 能种这样甘蔗的可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也种不了这么多的甘蔗 台总你是怎么把这一万多毛的甘蔗 种了这么良货的 哎 典型了 为了种这一万多毛的甘蔗 我把中东的奇怪油田都卖了 台总 那你的甘蔗岂不是卖的很贵啊 那还用说 这么好的甘蔗一般人吃不到 能吃大的就不是一般人 很多粉丝让我推荐一款 适合儿童用的风辣唇膏 今天他来了 戴可思的这个润唇膏 今天刚好大手两只 大人一只宝宝一只 这个是专门为婴儿设计的润唇膏 主要成分是风辣跟植物油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宝宝舔到也没关系 滋润不油腻 天冷干燥 宝宝的润唇膏一定要提前背上哦 太难了 卖蜂蜜真的太难了 卖贵了你们说贵 卖便宜了 你没有说假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我的一个粉丝啊 在我的店里面买了两瓶野山花蜜 挖回去给家里面忍藏 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可 那么这一次 他直接买了60瓶 我现在马上给他打包发货 感谢这位粉丝的认可和信任 那么还没有吃过咱们家蜂蜜的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我的主页店铺 了解更多好蜂蜜 老板我们家有瓶蜂蜜 留了很久了还可以吃吗 能吃啊 怎么不能吃 又吃不死人 真的是 人家从埃及木乃伊里面挖出来的蜂蜜 几千年了都还能吃 所以啊这个蜂蜜是可以保留很久的 但是蜂蜜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活性营养的成分会慢慢的流失掉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建议 还是吃咱们新鲜的蜂蜜啊 大家好啊 这是上个月送给我老同学的一瓶土蜂蜜 昨天给我退回来了 说是假蜂蜜 屏幕前的你帮我评评理啊 你看它是真蜂蜜 还是假蜂蜜 你看它是不是好蜂蜜